看看照片真的超恐怖的啦 一隻鬼頭娃娃面目真名 斷落在地上 而且你有注意到嗎 頭部的下方還長出了腳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結果一靠近了才發現說 哇 它背的殼跟不一樣 就是不是一般 就是應該背著背殼的有殼 而是那個人生娃娃的頭 這隻鬼頭娃娃出現在 綠島的海森坪 長出了腳 爬來爬去嚇壞不少觀光旅客 原來是一隻拳頭大的寄居蟹 找不到殼 只好找一隻廢棄的娃娃頭 當作自己的窝 鎮長的樓殼的數量 應該是變少了 所以他找不到適當的殼 他才會去一邊找一個殼 我們看過有電燈泡的 有用水管的 有用保特瓶蓋的 奇奇怪怪的都有 真相終於大白 反而讓人心疼 近年來綠島人潮暴增 不但撿走了背殼 還經常隨手留下垃圾 這也才讓寄居蟹 成了無家可歸的孩子 除了住在鬼娃娃頭以外 還有寄居蟹 住在廢酒瓶和水管裡 如果再不好好愛護大自然 或許哪一天 人們將再也無法看到這些美麗的海洋生物 記者亮永成李維哲 台東報導